女士们 先生们 公约秘书处将今年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的主题 定为粮食 饲料 纤维 并在全球新冠疫情还未有效控制的艰难时期 组织召开今天的线上纪念活动 显得尤为重要 更有意义 中国有这样的古话 民意实为天 衣食足耳之荣露 都充分说明衣食丰足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 有土自有粮 保证足够而健康的耕地资源 是事关粮食安全 社会稳定 和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产文明建设 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生产生活方式 防治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的政策措施 我们大力加强自然保护 对占国土面积18%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实施全面保护 在占国土面积26%的草原地区推行禁木修木和草叙平衡制度 同时全面停止了天然林商业性采发 我们大力推进国土绿化和森林经营 保证了森林面积和许极量的持续增长 对2036万公顷的沙化土地进行了有效治理 为全球绿色增长和荒漠化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 我们不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实行退耕还林还草 发展林草产业 为消除贫困和推动发展做出了贡献 与2000年相比 全国森林覆盖率由16.55%提高到22.96% 荒漠化土地由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 转变为年均缩减2424平方公里 粮食总产量自2003年以来实现12年增 天然草原仙草总产量从2011年的10亿吨 增加到10.9亿吨 甘鲜国品产量由2006年的9000多万吨 增加到1.6亿吨 为维护土地健康改善生态环境 保证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清醒的意识到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 当前在加强生态治理 防治荒漠化 改善土地利用 推动绿色发展领域 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全球25%的土地出现荒漠化和退化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亿人口深受其害 2018年全球超过8.2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 中国绿色覆盖 仍然不高 还有261.16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 需要治理 以林草业为主体的绿色经济发展 仍然任中道远 中国将按照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 积极应对挑战 并为全球生态治理 绿色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这场新冠疫情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维护地球良好生态 建设美丽家园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此时此刻 加强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我建议 一要弘扬生态文明 倡导绿色发展 引导人们树立 尊重自然 保护生态的意识 推动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 避免现代人吃子孙饭 给子孙后代留下避水蓝天 二要推动经验共享 促进互学互建 各国应在公约框架下 加大合作和交流力度 促进防治荒漠化 实用技术的共享共建 中国发布了一带一路 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 连续多年为发展中国家 举办荒漠化防治研修班 未来将继续承担应有义务 进一步加强相关工作 三要支持公约发展 实现全球目标 各地约方应紧紧围绕 公约核心工作 全力支持公约发展 及全球履约进程 积极促成全球目标的实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